43. 《蘋果日報》 最的霸洗抗議增發牌 2015年7月18日港民A09本報信 大嶼山的士司機昨日中午在東中港鐵站外的士站 霸洗兩小時,抗議運輸處計劃增發25個的士牌 現場高及154,060,時期有約25輛的士霸洗 大嶼山的士聯會副主席吳錦耀子 若政府堅持發25個牌照,會發起萬洗遊行,倒處海東衝道 市民支持發牌的士聯會副主席吳錦耀承認 現時大嶼山的士在假日不足 但平日仍需要等候才有乘客 認為政府應先發10個牌照,10部袋住先 再視乎市場反應調節增加與否,而非突然增加25個牌照 預計會令生意額每日減少200元,擔心影響生計 不足止 大嶼山交通市結構性問題,約一行五人乘搭的士 巴士更貴過的士,他只假日巴士會加價 以途經貝奧的3M巴士為例,巴士收費16.2美元 搭的士則約70多元 不時與親友到貝奧游泳的陳先生 一憑三人到大嶼山的士站等的士 指假日到來亦需等一小時 會約五個人一起乘搭的士,只舒服速費 他只數星期前亦有到大嶼山、展欣、巴士站等一個 那邊,的士站,又等,認為巴士又唔夠,支持政府增發的士牌 現有五十個大嶼山的士牌,當局早前建議增發五成 即二十五個新牌,應付乘客需求 記者周佩儀